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牛妈称称称 今天牛妈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家孩子非常喜欢吃的肉酱pasta 这是我在Costco买的一大排牛肉碎 我们一般用这个牛肉碎用的比较多 可以做牛肉汉堡 可以做瑞典肉丸 还可以做现在这个肉酱pasta 需要的辅料有洋葱 西芹 胡萝卜 还有大蒜 我为了让孩子多吃点蔬菜 所以我会把这些配料给他切的碎一点 跟肉酱一起炒 这样的话孩子其实也不会太排斥 因为他切的很碎嘛 然后有那个酱料的话 他也不会吃出太多这种味道 而且我觉得这样搭配也比较香 好,这就是我们切好的西芹 洋葱和胡萝卜碎 我是为了让孩子多吃点蔬菜 所以加了西芹和胡萝卜 其实这两样也可以不加 但是洋葱跟大蒜这是必备的 我们先烧一锅热水 水沸之后呢 我们放入pasta 我买的这包pasta 它上面有写 大约是煮9到11分钟 那我就煮10分钟左右吧 如果是带去学校带饭的话 我一般会煮的时间短一点 因为它在那个保温瓶里还会进一步就是变软 所以如果你完全煮熟之后 他们带去等他吃的时候 因为早上做好 可能中午吃的时候要好几个小时 等他吃的时候 那个口感就没有那么好 所以如果是带饭的话 我就会煮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好,现在pasta煮了10分钟 我们准备一盆冷水 把它捞出来过一下冷水 过冷水呢 一个是可以那个pasta吃起来更筋道 而且还可以防止它粘在一起 尤其是孩子带饭放在保温瓶里 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粘在一起一坨 他们就觉得不太想吃 或者是你在水里加一点盐或油 也可以防止这个面粘在一起 好,现在我们来炒一下肉酱 首先锅烧热之后加入一块黄油 然后我们把那个准备的蒜头磨成蒜泥 把它炒香 然后再把我们刚刚切好的洋葱碎放进去 一起煸炒 一直炒到它变得你闻到香味 还有就是它们都稍微焦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肉末放进去炒 等肉末炒到大约五分熟 表面开始断生 然后我们现在再把刚刚切好的 胡萝卜碎和西芹碎放进去 跟肉末一起煸炒 然后翻炒均匀之后呢 这时候我们要准备放入意大利面酱 那个pasta sauce 这个是我之前在Costco买的 我用了一半瓶吧 现在还剩半瓶 现在我们就慢慢的加入这个酱 来继续翻炒 这个pasta酱 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常用的或喜欢的 量可以根据你炒的肉酱的多少 我这个炒的算是比较多 而且我剩下的它的那个瓶底 我加了一点点水把它冲干净 都一起加到了这个肉酱里 因为这个肉酱 我们觉得是稍微有点酸的 所以我会加上一勺番茄酱 来调一下味道 然后再加一点黑胡椒粉 然后如果你觉得尝一下味道 如果不够咸的话 可以再补一点盐 这样我们的肉酱就炒好了 现在我们把煮好的pasta 倒入肉酱里 然后翻炒均匀 使得每一个pasta上面都裹满酱汁 这就是我已经盛出来的pasta 我买的是用这种碎片的parmesan芝士 然后我们可以撒一些在上面 你也可以选择任何你喜欢的芝士撒在上面 然后我们趁热呢 把那个pasta搅拌一下 这样芝士就可以融化在里面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肉酱pasta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